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夏季的时候有空调或者是冬季的时候比较凉的时候 小孩咳嗽也是常见的症状 那么小孩咳嗽的话很多人想的是小孩只可男家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家可以用点什么呢 可以用点川贝母和梨 这个梨的话一定选一些什么呢 比方说雪花梨 鸭梨这些梨都可以 把这个梨切成小块和川贝母煮时间一定要长 煮得稠稠的 如果是大一点的小孩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煮好的梨克川贝母 把用打热机把它打成姜 然后再冲接温水 这样给小孩尝喝 他可以认费止渴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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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